遲到這些問題經常都有 由第一天開始就已經遲到了 我覺得在外表上 可能跟男生Bang有最大的分別 未必會像男生那麼爽 可以穿這件痴縮 牛仔褲可以上台 我們可能會比較判斷我們的Bang members 穿得莊重一點 或者穿得漂亮一點 可能服裝上會給很多意見 可能會構成一些不少的爭執 我們經常都因為大家的打扮而吵架 我們這首新歌叫做 Let's Keep Dancing Tonight 當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外面很多歌都是關於熱戀期 大家有多開心 有多刺激 但我反而想寫一首是關於一種平淡的 細想長流的戀情的歌 所以就寫了 Let's Keep Dancing Tonight 這樣出來 本身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就用了電話的Garish Band去做 其實我就可能弄了一個琴 結他 唱了Vocal 把這個DEMO 給了我一些添微 去聽 當他們聽完之後 其實再製作出來 其實同學都有點出入 因為他們都是打算加多一些東西上去 rather than 去將它Re-A-Range 到做MV這個地方 這樣就整好整首歌 之後我們就覺得 為了貼題這個細水長流 所以我們就找了我們導演 之後就去想一下 怎樣可以令整個故事再完整 我們想的想法就是 希望一開始就 會展示到對情侶已經一起了比較久的時間 例如十年 然後他們慢慢在家裡 放鬆和享受我們首歌的同時 就回想起他們一開始的甜蜜片段 其實我們平時夾Bang寫歌 是沒有人都會寫的 剛巧我們之前出的那些歌 都是Jazz寫的 接下來下一首就是我寫的 之後又會再出 是Boei和Mu寫的歌 所以我們是自己本身有些貨 然後再放出來 大家一起去聊一下 可以怎樣再好一點 其實因為好有趣的 我們剛剛開始夾Bang的時候 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套的歌 所以當時我們就自己每人去拿著一首 自己可能已經作了 或者作了少少的去擺出來 讓大家去jam一下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是 將會有 我們四個每人都會有一部份去創作的 所以 終於有我們四個一起創作的歌 未來就會有 之前就一直都是大家寫了第二歌之組 對我來說 其實我就是最跟他們比較不接近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同 generation的關係 回到我們都是90年代 不是90年代 不是90年代 是90年代 我們四個都是90後 對 但就有些頭、尾、中、澳洲讀書 其實為什麼我回來香港 很大原因是我想做廣東話歌 雖然現在我們的Bang是沒有做到 但是不要緊 這是緣分 我又覺得 所以我聽到很多的廣東話流言曲 或者廣東話Bass多些的歌 但反而他們三位聽的風格 可能是英文或者韓文 居多些 還有黃先生 我們主音之前都是唱英文歌 不過是拿手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每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 可能我們雖然聽不同的歌 但是那個基礎都是建基於Groovy 就算是日本的歌 美國的歌 全部都是Groovy為主 所以我們一拍完 第一次組樂隊 已經是有一個 我們所謂Wiz style的歌 所以就是這麼巧 我們又沒有特意一起做 怎樣的style 短期內 我們就想快點出我們的EP 裡面會有我們現在已經有的original 還有接下來我們就製作一首新的 四個一起製作的歌 那麥個關子就會是中文的 那我們就為了這首歌 去製作了一首sing曲 就是一首mini city 加四個杯箭 但它除了是一個杯箭之外 還是一個好像非常想的設計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呢? 其實是杯箭這件事 就想配合那首歌 因為這首歌就想說一對雙人 他們相處了一段時間 最舒服的時間就是大家喝酒 聊聊天的那段日子 所以就設計了一些杯箭 都希望觀眾可以 他們自己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體驗到這個感覺 我們在底下都有一句歌詞 希望大家除了你當它是一個product之外 你每看到你都會跟一首歌 有一個linkage的感覺 如果想買就可以PM或DirectMessage我們 無論是Facebook、Instagram我們都會回覆你家 那就會寄給你 在我們拍MV的地方二、三小房都可以買 是的